大家好 我是三浦 我們繼續關注關於曼徹斯特這宗 中國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事館的至少有四個人員 襲擊香港和平示威者的事件 這宗新聞已經開始慢慢被炒熱 因為英國的夏議員已經開始有關於這方面的質詢 未來究竟會推出什麼解決方案 或者什麼應對方式 現在逐漸升級國火情重 所以我們看到 當然全球現在有兩線反共的關注 我們在其他地方也有講過 加拿大溫哥華市長的淪陷 各方面的還有下星期一 Ontario一些很基本的基層的選舉 我們都要關心 但同時還有兩線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就是彭在舟事件 我們知道全球已經是一個反共的一種浪潮 這個地方這幾天就是一個高潮 這個慢慢去推動 也都希望趁著星期一的情況 做好有關的準備 不要只是反襲 還要反共 這一點是我經常都會說得很清楚的一點 第二的地方就是關於這一宗 曼徹斯特的案件 是一個戰狼外交的極致 換言之它是將中國那種暴力的精神 那種鬥爭的精神 習近平二十大工作報告 和之前講的那麼多東西 鬥爭的精神 敢於鬥爭 勇於鬥爭 必須要鬥爭 敢於當頭 這種這樣的精神 是在這些這樣的領事 這些這樣的流氓的身上發揮了極致 正因為這個原因 英國也都不會就這樣肆虐 大家知道 英國跨黨派國會議員作出譴責 即今天無論是哪個黨派保守黨 還是這個自由黨 或者是這個工黨也好 它都會作出譴責 新任的夏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凱恩斯 就是Alicia Keyans 他促請外相奇詹明 James Claverley 這個是奇詹明 就是傳召中國駐英大使鄭澤光 是Summons 即是他一定要 英國的外相應該要傳召 中國駐英國的大使鄭澤光 大使是最高級 好了 領使就是這個曼徹斯特領使館的領使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會說到 也是姓鄭的 OK 那麼要質詢他這個關於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鄭澤光是大使 就是以前的劉曉明 現在是鄭澤光了 劉曉明、鄭澤光 這些全部都是戰狼外交的一些 所謂的製品 那麼英國夏議院 就已經在昨天的 就是18號 他們的時間下午12點半 就是相當於我們的香港和台灣時間的夜晚 已經完成了有關的質詢 那麼他是就衝突 就是有關於10月16號 中國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使館 人員襲擊香港人和平示威活動的這件事 展開緊急質詢 那麼就向英國官員查問 如何解決這件事 那麼詢問英國怎麼回應這件事 那麼據BBC報導引述英國警方表示 事件已經進入了調查程序 拒絕進一步回應 就是他要查清楚事實 這是一個謹慎的做法 絕對是應該的 不過呢 多名國會議員呼籲緊急調查事件 Alicia Keyans 凱恩斯在Twitter表示 不能接受中國共產黨 將他們襲擊示威者 和打壓言論自由的做法 引入英國街頭 要求內政大臣和外相跟進的 他這個叫China Research Group 是國會的一個小組 這個也是CRG的Chair Alicia Keyans 她Twitter這樣寫英文 她說Alicia Raised an urgent question on the attack on a Hong Kong protester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Manchester on Sunday 她寫 We cannot allow the CCP to import the silencing of free speech to British soil 這個很清楚 不可以在英國的土壤上 我們的國土上面 即英國的國土上面 去推銷 被中國共產黨 去反授他們的一些 對於自由言論的控制 這一點很嚴峻 他提出的 Plan A都和我一模一樣 是prosecute 他的說法 你看看Twitter已經說了 他要求 英國的有關部門prosecute 現在警察在調查這件事 調查成了 成為了刑事案件 那是不是 可以突破到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43條 說的 這個關於 他並非執行職務 所以可以 去抓他們呢 因為他們沒有刑事 或者司法豁免權 或者領事豁免權 或者外交豁免權 因為他們並非執行職務 那麼這個國際法上面呢 早已經推翻了絕對的豁免原則 而採取相對的 或者有限的豁免原則 換言之 只有當領事館的人員 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呢 才有刑事的司法豁免權 如果他不是執行職務 那你告訴我 你的領事的職務 是不是包括打人啊 是不是包括搶人家的東西了 在英國國土上去執法了 這個執中國的法律 這個不是你的職務 你的職務不包括你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在英國的領土上面 這個是絕對荒謬的 那如果你說你要職務的話呢 那就不用說了 馬上起訴你們 OK 那因為你們不是執行職務 所以 唯一立領事關係公約第四禮筆三條 寫得很清楚的 那如果你說中國英國 即現在不是如果 根本上是簽約國的話呢 本身都要遵守這個條約 那在現在的情況呢 英國是絕對有這樣的權 去 prosecute 那Alecia就說了 如果不 prosecute 那怎麼辦呢 細心一點聽她說 她的建議就是什麼呢 限令一個星期之內 去將這個人 expell 就是將他趕出英國 驅逐出境 那這個就是兩線的做法 那通常以我理解的英國呢 就是相當滑溜溜的 OK 她不會呢 就是依在法研發金處理的問題 雖然她法律上有把握 可以去起訴你 但是引起外交政治風波嘛 所以通常英國 我覺得這個不對的 不過我估計 英國的政府的處理方式 就是用expell的方式去處理 就是點名這四個人 六個人八個人 哪個人都好 總之點了名 有證據 show 出來 現在限令 一個星期之內 拉床 捲席 走 這個就是我估計英國政府的做法 但是我重申 身為離散香港人 或者在英國的香港人 或者是港銳英國人 應該要更加要求高綱領 就是按照維爾納領事關係公約第四十三條 因為她並非執行職務 所以沒有刑事司法勾免權 爭取prosecure 起訴檢控他們這班人 這個才當她掛爐燒鴨 這個地方不是用肉體去燒死她 就是說溫入監倉 讓她和一班監等見面 看看她有沒有辦法 那便困她 這個是very good 這一點做法 英國也怕會不會激起中國外交報復 這些就是沒有勇氣的表現 或者說我都要跟中國做生意的 那麼多華爾街集團 那麼多商家 CPI英國的通貨膨脹率 或者物價的升幅 去消費者物價指數升到9.9% 英國的通貨膨脹率也很高 而且英國的幣值英鎊也是貶值 趁這個時候最近升了一點 但是基本上都相當嚴峻 那麼用這個地方做生意 有利益的地方 也有怕報復的原因 所以英國未必肯prosecure 但是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離散香港人 或者在英國的香港人 應該是更加要堅持這個我們的主張 那當然有正反兩面的立論 究竟Expel還是prosecure 我覺得Expel是一個比較Plan B 它是中策而不是上策 那麼現在我們看回整個情況 那麼我們更加發現到 事情正在在很多細節上慢慢起變化 會演化成什麼局面呢 現在沒有辦法一一做一個確認 但是起碼這些演化正在出現了 那麼剛剛只是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就是關於英國的問題 那麼大家看到就是 其中一名參與和平示威者的香港人 Bob受傷宋怨 那麼而這個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的部長 這個Jes Norman也表示 英國外交大臣旗渣明 James Cleverley 不是Cleverley 是Cleverley 那麼這個旗渣明 已經要求召見 中國駐倫敦大使館臨時代拜 要求解釋 那麼這個是第一個動作 就是你不可以將一些東西 一刻excelate 你逐步去做 所以現在呢 就開始正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了 那麼要去碰到哪個位才會停呢 我們當然是 Shimui Dai 我們要看看究竟怎麼去做 那麼同時看到呢 根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報道呢 那麼他說呢 那麼他說呢 就是根據英國金融城早報話呢 戴曼徹斯特警方表示 一名抗議者 即是Bob 星期日被中國領事館的工作人員 拖進領事館並毆打 那麼這個在英國政府內部引發了一對言論自由的嚴重關切 唐寧佳10號發言人今天說 即首相府說 外交大臣 Claverley 即旗爭明 已經召見了中國駐英國代板 告訴他 在英國和平抗議的權利必須得到保護 英國外交國務大臣Jesse Norman 表示 英國政府對明顯的暴力場面極為關注 並要求中國駐英國代板 對他領館工作人員的行為作出解釋 就先你explain explain給我聽 其實解釋不到 解釋就是說 現在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說 是那些人 要抗爭者 是衝進去大使領事館的地方去襲擊的 這個完全是荒謬嘛 是不是 你看回整段片 都是那幫中國駐英國領事館的人員 和他們那幫 即未必穿著一些制服 但是他們那幫人 專門 專門是做這件事 進去還要踏踏肩頭的 全部是自己人來的 這些東西完全看得到 驗證得到 查問得到 那麼他要解釋的東西 不單止是解釋 他說 這幫人呢 在中國領事館外面示威呢 我們表示呢 強烈的譴責 堅決反對呀 那又是那套這樣的東西 這套已經不成功了 因為 這是講法律 不是跟你講情感 去釘鞋這樣 上去 法官大人 本案的重點 不是我有沒有殺人 而是浪子回頭金不換 就像今天中國駐英國的 萬次斯特領事館說 本案的重點 並不是中國駐英國 萬次斯特領事館的人員 有沒有違反英國法律 而是 我們必須強烈譴責 堅決反對 一小撮港獨分子的行為 即你又在搞這些 然後你說說不通了 那又怎麼說呢 Plan B 中國便面的 是那些鬼 那些博 即那些人 衝進大使館裡 那我們智慧反擊 我們self defense 我們絕對不是主動襲擊者 用這個方式是便解 但是有片為證 今次呢 非常幸運 有片為證的 這個片也是廣傳在網絡上面 OK 有些香港人就指責 即是窗口對回英國 就說 最壞的英國警察不出事 喂 第一時間衝進去 那就不會被人打了 喂 你要明白 英國警察 都要想一想 顧忌一下幾秒鐘都要吧 對不對 你要衝進去一個 在中國駐英國曼斯斯特的領事館裡 其實有沒有這個外交特權的問題呢 你冷靜 想五秒鐘都要吧 在五秒十秒半分鐘之內 那個Bob就被人打了 但是有警察 衝進去 救人 撒人走 你想一下 以一敵六 或敵八 多麼英勇 這個起碼這個警察 不是元朗黑警 不是七二一 你說他的孤軍二位 我不相信 英國警察是有紀律的 他當然是可以有突發性的 基於他的common sense 或者應變能力去做事 而這些training 亦都是跟他一直以來 警察受的training有關 我覺得不可以因為香港這件事 將全世界的警察妖魔化 或者看些警匪片看得多了 什麼神探大戰 這裏好看 就是今年的二人一百年拍的 韋家輝的電影 今天看這些電影多 就覺得 警察都是壞的 香港的警察三眼 我是不可饒恕的 但是你不可以認為 全世界的警察 都跟香港警察一樣 全世界的警察都是垃圾 這些左派的毒 不斷地抹黑警察 其實這件事是荒謬的 你想一下英國警察 最終是救了Bob 你將他因人 當作一個被譴責的對象 又是否通呢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帶風向 小心 不可以被人帶風向 如果真的被人帶風向 那些 及時懸崖立馬 當然 這位 英國外交國務大臣 Jes Norman 就說 和平抗議 是英國社會 和我們生活方式的一個 基本組成部分 所有在我們土地上的人 都有權 在沒有暴力威脅的情況下 和平地表達他們的觀點 據受害者告訴警方 四名中國領館人員 將他拖過領館大門後 對他拳打腳踢 施擠他的頭髮 這個報紙 這份叫做英國的金融城早報 就說 事發時一些抗議者 聚集在中國駐萬設斯特領館門外 抗議中國當局對香港 在香港對民主和言論自由的鎮壓 所以說 賀他老母 可以說他是天滅中共 其實這件事是借用法輪功的術語來講 我們覺得好事 起碼說這件事 就不是說 問過一些人 究竟 你要和平去滅中共嗎 是否和理非滅中共 不是 法輪功的人說不是 是不是要暴力推翻中共 武力推翻中共 法輪功也說不是 那法輪功的學員會怎樣回答你 究竟是怎樣對抗中共呢 天滅中共 這個就是一個經典的答法 用這種方式 因為你不需要說 Active Voice的事情 是說 這個是交給天去決定 我信仰上帝 我當然是說神 會自有這個分寸 神始終都會安排他的滅亡 就是上帝要他滅亡 必先教他瘋狂 現在就是最瘋狂的時刻 我們必須要守護自己 所以我就說 做這個節目 這兩年來 我都說 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等運到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瘋狂的時刻 刺是很銳利的 他的蠻力會很強的 但是這個時間 也是他慢慢報入最最後的時刻了 所以大家要有忍耐力 很多獄中的朋友們 要有忍耐力 那麥傑斯 十一月未會放回 希望大家都有忍耐力 很多人 會再過多一段日子才放回 但是要有忍耐力 要堅持 要有信仰 要有希望 要有愛 去用自己的心 去面對自己的一個困壓 就算我們這些人 雖然在外面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去一個專制獨裁的地方 其實我們也不是十足的自由 那麽我們希望 以我們比較寬闖的自由 做好我們的言論 這就是我的盼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 對這個說法提出異議 他說 知識分子 非法進入中國駐萬設斯特領事館 做惡人先告了 將加害人變成被害人 被害人變成加害人 將所有的政邪互相倒轉 這些事情 只虛烏有 喂 不是一開始說好的 說這個外面的示威 我們中國必須堅決反對 強烈譴責 喂 現在突然之間就說 他非法進入中國駐萬設斯特領事館 說偏做故事 既做大內宣去騙中國人 亦都做大外宣 不斷地蒙騙人質痛 武漢肺炎那時的疫情一模一樣 大萬設斯特警方 就是昨天發布聲明說 在下午4點前 無奈 一小群人從中國領事館出來 這個是大萬設斯特的警方說 一小群人從中國領事館走出來 一名男子被拖進領事館的場地 並受到攻擊 保守黨的議員 Sir Ian Duncan Smith 他今天就是批評政府 就說 政府在今天之前 一直迴避這個事件 他還呼籲中國大使 鄭澤光 發表全面道歉聲明 這一位抗中老牌的 史密斯著士 Sir Smith著士 Sir Ian Duncan Smith 這位很出色的保守黨的議員 向理智的說得相當好 我也多謝Alicia的幫忙 你都做得很好 但問題就是這個在考驗 List Trust上台以來 第一次應付危機 這些危機一點都不小 英國當然 俄烏戰爭被拖累 俄烏戰爭之外 亦都需要面對國內經濟問題 和國內內政不同的鬥爭問題 尤其是加稅問題 這些情況是英國國內問題 同時 這件事只是其中之一 更嚴重的一件事 亦都發生在英國 英國國防部發警暴 就說 中共是212萬年生 招聘前皇家空軍 培訓解放軍 抗西方的戰機 這個擺明 就擺明擁落英國 我昨天的節目講過 中共共產黨怎麼擺佈陳志思的表弟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 成為了尹溫哥華的市長 這個情況是相當令人擔心的 因為這個擺佈他成為市長 阿森成為市長的話 是會相當 不人驚 因為從來都沒有一個親中華裔的 溫哥華市長 接著 未來星期一 Ontario 亦都會在多倫多周邊 就是Markham和Richmond Hill 有選舉 這個就是 他們陣地之戰 每個地方 只攻破了 就由底部 向省級 向聯邦全面滲透 這個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 必須要注意 英國國防情報局 講回英國 英國國防情報局 在星期二 10月18日 發佈罕見的威脅警報 警告中國解放軍 正試圖招募現役 和退役的皇家空軍 噴射機的機師 已經知道有30個人 接受每年大概212萬港元的 優厚的待遇和合約 他們將教授 他已經知道30人 30個人 不是3個人 是30個人 接受每年212萬港元的待遇 這個相當好賺 這個 基本上是要他們的什麼呢? 技術 know how 知識 軍事被機密 教授他們專業知識給解放軍 幫助解放軍 了解西方戰機和機師的運作原則 這一點很嚴重 打仗呢 這些是軍事機密 是絕對不能外洩的 用錢每年212萬 相當於每個月呢 大概是20萬港元左右 就要將一個人買走了 那你看看英國是否一個 這樣一個國家 這樣就可以搞定 起碼30個機師做 是由皇家空軍 整過去的 還有空軍的部門 希望訓練他們的空軍 因為中國知道自己的遠立 自己的弱點 就是空軍 海軍、空軍 和他們這些地方 是他們的弱點來的 所以他們要找人去教 那找人去教 就是一方面知己知彼 知己 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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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呢 可以畫一些 英國的秘密的妖候 所以說呢 中國的統戰 或者是所謂的滲透 拆反 不只是針對中華民國台灣的 還涉及到 對英國的滲透拆反 那麼 英國高級官員表示 國防部擔心這種做法 可能威脅到英國的國家安全 不用擔心 肯定會 所以三十個人 必須要接回國 審判 OK 起碼要調查 這些退休的英國軍機師 這些退休機師 退休機師 有現役的 有退役的 退休的英國機師 被用來幫助了解西方飛機 和機師的操作方式 這些資料 在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的時候 相當重要 例如台海衝突 這一點是非常可怕 所以中國要去偷人家的東西 何止這個所謂的晶片 或者所謂的科技的技術 要達成中國製造2025 它解放軍也要2025 它要將它的空軍海軍練成 必須要偷人家的東西 那怎樣偷 那麼多,明目張膽地偷 秘密地偷 都會有 秘密地偷入 英國軍工的某些東西 當然會有 明目張膽 每年212萬港元 請人們過來 也會有 你看多可怕 所以英國其實是屋 樓堅承年夜雨 非常得人害怕 这个情况不单是有人去poach 去这个滑角 接着不是poach一个人这么简单 而是关于后面的军事机密 以及专业的知识 都可能不顶走 接着看看 英国现在万切斯特 中国驻英国万切斯特 领事馆外发生这样的事件 英国政府不可以再慢吞吞了 我希望在英国的各个香港的离散的团体 或者港约的英国人 应该奋起 带头联合其他的英国人 联合其他的 不同受共产党压迫的人 一起奋起抗争 这个抗争是需要的 要施压给英国政府 不是去谴责英国政府 是施压给英国政府 去好处理这件事 prosecute or at least expel 我觉得prosec是绝对可以做的 所以这个成为高纲令 是先提出来的 接着 如何加强防备 如何关闭领事馆 由万切斯特领事馆关闭起 然后逐间逐间逐间关闭 看看这个战狼外交 哪个打得赢 如果this trust 讲到做到 真是以抗中为主要任务的话 那你知道不可以有争有齐 现在必须要坐汗 相坐汗之争 现在不是去到水域交易的地方 必须要睡的 那我希望这一点 能够做得到 先是在英国 离散港人之风 祝福阿邦 尽快康复 祝福很多抗争的团体 都无论哪个挂都好 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龙精虎马继续努力 不可以让他这件事禁声 言论自由的秘密 就是言论本身 表现自由的秘密 就是表现的本身 抗争的自由的本身 示威、集会、游行自由的本质 就是继续示威、游行、集会 不要怕 总之就是保护好自己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等运动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测 没有办法避免死完不死 但是我想抗争者 必须要通知英国警方保护 而且要在这个 有几个运动去推展 第一 长期轮班 在中国驻英国的各大 领城市、领事馆外面 去集会聚集 流税式的集会 可以每个星期周末到高潮 亦都是抗争者 如果没有事做 可以天天去集会 这个地方是形成一个压力 与一个propaganda 第二件事 提案将在英国 这个 就是中国驻英国 曼切斯特的领事馆外面 那条路改名 改名称是什么名字呢 打倒习近平 Dang Xi Jinping Overflow Xi Jinping Road 打倒习近平道路 OK 以后只有这个名字 你说反习不好 Overflow CCP 肢解中国共产党 反共道 反共路 不是挺好 这个 Anti-CCP Road 这个好 Anti-CCP Road 这个very good 看你怎么做 我叫你Anti-CCP Road 写一信 就写Anti-CCP Road 给你 你打嘛 我就改你名字 你不喜欢 周围四条 四条道路都改了名字 very good 这个就是美国的玩法 希望英国有创意去玩这些东西 不是很有humor的 是不是Gentlemen Gentlemen 都会play to be humorous 对吗 我想这个很重要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加油 奋斗 2 4 5 6 5 6 10